大家好,今天来录制一款新的篮子打底方法 准备了15根条,红绿黄三个颜色,每个颜色各五根 任意取一个颜色五根条 一二两根条交叉 再拿第三根条把第一根条挑起 第二根条压在下面 就形成一个小三角 再继续拿第四根条,把第三根条挑起 把第一根条压在下面,也形成了一个小三角 最后第五根条,我们把第四根条挑起 第三根条压在下面 好,这样我们再把第一根和第五根交叉 第二根和第四根交叉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五角心 下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,再用一根绳子固定 好了,用了一根绳子,绕了一圈,固定好后 我们等一下再备用 下面再编织一个同样的编织技巧 备用一个五角心 好了,把刚才编好的红色五角心 上面我们再加一层条 把五根绿色条,把五根绿色条叠加在上面 选择这两边间隔空隙宽的 两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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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底部我们绕完一圈后 再把中间固定的线条把它剪掉 然后再调整好 底部就绕着同样的规律 一直往外编织 好,篮子的打底方法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记得收藏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